第一千一百三十一集 准备好了吗 楚阳的头冒出之后就贴在地面上 然后身子似乎没有骨头一样 从洞里一点点的出去 脑袋在前方引路 活像一条蛇那样游了出来 随后后面八个人有样学样的游出来 洞穴瞬间封闭了无痕迹 众人趴在地上放眼一看 顿时都是倒抽一口冷气 只见原本平坦的雪原 此刻已经是坑坑洼洼 天翻地覆 原本放眼看却一片银庄素果 但是现在只能看到菱形雪花了 所有土地都被翻了一遍 黄褐色的泥土被翻出来 如果不是天空中还在持续下雪 这些菱形雪花也绝对是见不到的 俗话说挖地三尺啊 但看这个情况 丽家何止是三尺而已 足足一百丈深啊 楚阳感叹一句 挖了这是辽阔大帝全挖了 众人无语点头 真的是大手笔啊 放眼看去 四周全都是被挖过的 连触目所及的那些山 此刻也变成了土丘 很显然连山都推倒了搜查一遍 这种力度 这样的密度 让众人都是倒抽一口冷气 丽家的决心 大家都看到了吧 楚阳深深的泄了口气 众人沉重点头 什么都别说了 大家行动吧 想要在丽家天罗地网之中逃出去 有点准备才好呀 跟我来 众人紧紧跟在身后 放心的将自己的生命 前途使命 都在这一刻 通通的交给了这个少年 信任与默契 在无声无息之间 就已经形成 楚阳的身子 如同一抹无声无息的烟雾 在大地上穿行 你们跟上我的速度 模仿我的动作 不要有差池 出去之后 只要一有机会 先将黑袍换掉 尤其是四位的执法黑衣 在这西北 实在是太醒目了 到处都是雪 简直就是天然的靶子 众人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魏无言等人 是无条件地 跟上楚阳的步伐 四位执法行李 一开始 心中还有些不以为然 但随着行进 却发现 自己模仿楚阳的动作 这每一个 看起来根本无用的动作 实际上 居然是利用身体的 每次改变 都完美地借用了 四周的形式 哪怕是一株草 哪怕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 都被楚阳利用起来 用作隐蔽身体的掩体 而且天衣无缝 尤其让人震惊的是 楚阳的每个动作 居然还考虑到天空中 昏蒙蒙的光线的折射 就算是在旁边一个人 只要修为不够 恐怕也很难发现 就在自己面前不远处 居然有一群人 在无声无息地过去 慢慢地 众人对楚阳的行走路线 感到了一丝熟悉 这岂不就是八天之前 自己逃走的路线吗 怎么 楚阳乃是重新地反了回去 下一刻 证实了众人的猜测 楚阳急促的声音传来 这一路 然是去战斗的地方 一来 这条路 必然已经被他们 搜索过无数次 二来 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他们肯定以为 我们已经逃远了 所以 这一段 相比较起来 然是最安全的 他低声笑了笑 第三 这边 也是四位的五个兄弟 葬身的地方 若是能侥幸地 找到什么痕迹 也算是我们生者 尽了一份心意 第四 这条路 只要到了开始战斗的地方 也是大家最熟悉的 去往外界的一条路 很容易逃走的 四位行李 眼圈一红 发自内心的感激道 卓谢 真的想不到 楚阳如此细心 还照顾到他们 四人心中的情绪 和最大遗憾 的确 那几位兄弟 始终是自己等人 心头的一根刺一般 若是能找到些什么 或者就算是 什么都找不到 也是对心里的 一种莫大的安慰 我也有兄弟啊 我明白这种感情的 楚阳的声音 在风中 微弱地传来 众人一阵默默无语 时间并不长 在众人小心翼翼之下 终于到了当初战斗之地 看到这里一片狼藉 大家都有些黯然 这一路上 果然没有立家之埋伏 四位行李瞪大了眼睛 认真仔细地 在一片狼藉的地上寻找着 那些属于自己兄弟的痕迹 找了梁九 才发现几片黑衣的布片 与半截剑鞘 还有一件刀饼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找到 刀饼上刻了一个名字 剑饼上只刻了一个字 但是这些 已经足够说明 他们的主人原本是谁 看着这熟悉的半截剑饼 一截刀饼 四位行李 泪水滚滚而落 伤感不已 收起来 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 将他们带回去之后 再哭吧 楚阳顿了顿 现在咱们需要确定一下线路 究竟如何 才能安全逃脱 我没有走过这里 需要你们来为我指出地形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9个人凑在一起 找了个安静避风的所在 细细的商议 楚阳皱着眉头 迅速在脑海中勾勒 一片大雪中 众人无声无息地行走在夜幕之中 这一路上竟然连村庄都没有 让大家换身衣服的愿望也无法达成 已经赶出了将近一千里 利家人踪影未见 但是这种平静 却让众人心中更加警惕起来 利家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绝对不可能容许自己等人活着回去 现在的平静 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现在越是平静 就越代表着往前的路 越加曲折 越是血腥 整整一千多里路 脚下的大地全都被翻了一遍 四周的群山已经化作土丘 有的直接就散碎成了碎石滩 除了天空中刚刚飘落的大雪 地面上原本的积雪 基本上看不到了 利家的搜索 竟然完全没有放过任何一点死角 所有能够藏人的树林 完全被毁灭 众人越走越觉得心头发寒 什么样的决心才会做到如此呢 整整走出了两千五百里 前方终于出现接天连地的银庄素果 也就是说 整整是半径就是两千五百里的一个大圆圈 利家全都翻了过来 剩下的地方 利家还没有搜索完全 这里就开始有了利家的高手驻扎 战斗即将开始 注意了 战斗就要开始了 看着数十里外接天连地的白雪 楚阳沉声说道 一旦出了这片区域 就是随时短兵相接 众人缓缓点头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要去送死了 这是一条必死之路 闯出去才能活着回来 好 那我们就走一走这条死路 一阵低小声中 九条身影 凌空而起 贴着地面 迅速无伦地射了出去 从这开始 还有七百里是我侄儿 就算是出去西北吧 众人扶在一个小尘丘上面 浑身埋在鸡血之中 看着前方的一个路口 一片寂静 但是这里却肯定有埋伏 两久大家都没有动一动 就在众人快要看到 眼睛花了的时候 路口方向似乎人影闪了一闪 一个白衣人突兀地出现 下一刻 楚阳等人几乎惊叫出来 只见那白衣人出现之后 只是淡淡地做个手势 突然间 那路口方向 脊柱挂满白雪的树 与平坛的雪地 突然一阵翻动 大树 莫然间就变成几个人 陷出身子 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先前出现的白衣人 副手问道 丙长老一切正常 继续监视 白衣人刷的一声飞走 众位白衣人随即又是一话 又变成一颗颗耸立在路旁的大树 唯妙唯孝 楚阳总算看清了 这些家伙 将一颗颗大树砍倒 只留下上半身 将断茬处 敷上一层白雪一般的东西 然后自己浑身穿上白袍 将脑袋伸进去顶住树身 直挺挺一站 活脱脱就是可顶风冒雪的大树 尤其是逃亡之中 若是慌不择路的经过 绝对不会发现 这大树底下最下的那件质干 居然是人 那样岂不是很轻易的就能抓得住 真是巧夺天工啊 楚阳心中赞叹 四位行李浑身出了一身冷汗 这立即的王八蛋啊 真阴啊 要是换作自己等人 恐怕真的就一头撞进了陷阱里头 这个楚阳是怎么想起来 走到这里突然停下观察观察的呢 阴沉沉的天气中 一片片阴沉沉的云雾 在空中飘来飘去 雪花阴沉沉的落下 在无人注意中 一片阴沉沉的云雾 附在楚阳身上 剑灵回来了 怎么样 这里防守很严密啊 剑灵道 实施刚才的动作 两侧伪装成大树的 乃是八位至尊一品高手 地下埋伏的 乃是二十位圣级高手 这是刚才出现过的 明面上的 暗中 在这些伪装大树之上 还各有一个人 伪装成树枝 也是至尊高手 每隔三十里 就有一处这样的埋伏 一旦有所发现 只需要一声长啸 就可左右援助到来 数百里内的人员 也会立即聚集 这是出去的第一个关口啊 至于在这个关口后面 还有多少这样的关卡 不得而知 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这里乃是第一处关卡 也是相比较来说 最为松懈的关卡 楚阳脸色沉重起来 他明白剑灵的意思 只是一个最松懈的关卡 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 那么其他那些 不松懈的关卡呢 又会怎么样 这些人 似乎都服用了粉呢 所以神念探测 一般不会探测了他们 除非是九品至尊神念 楚阳翻了翻白眼 若是九品至尊 还用得着跟自己这样子 在这里猫着 大摇大摆的 岂不就闯了出去啊 主意 楚阳开始向其他几个人传音 目前的局势是 听完楚阳介绍 大家都是目瞪口呆 原本不只是看到的这些 树上还有隐藏呢 这样 你们不要动 我和万德哥两人先出去 如此如此 但千万记住 无论发生任何情况 都不能动 一切小心 楚阳与万人杰对望一眼 然后两人悄悄起身 随后换了身衣服 大摇大摆的走了出去 楚阳的九节空间里 黑袍居多 只有两件白袍 就在此刻派上了用场 楚阳摇神一变 成了一个面貌 英质的中年汉子 万人杰 则成了一个满脸横弱的 土匪相貌 与万人杰的气质比较 这的确是本色出演 两人各自背了一个大包袱 大摇大摆的走了过来 第1131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